警方在星期三晚上拘捕一個男人,涉嫌向一對夫婦臨腐蝕性液體。 警方將被捕男人壓返他位於將軍路保林村的家,將一步調查和搜證。 在星期三凌晨,被捕男人涉嫌在富康花園,向一對準備回家的夫婦臨腐蝕性液體,女人的身體都同被灼傷。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